嗨嗨大家好 我今天臨時要來拍一個比較短的影片 就是這個櫻木丹 我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櫻木丹 但是呢其實我沒有介紹它的開花的果實 跟結果的時間什麼之類的 那是因為我從來沒有成功過 但是呢我昨天呢 哇塞興奮的 昨天昨天我發現了好像我發現了果實 成熟的果實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裡這裡 而且好像有種子 我現在來挖看看 應該是有 因為我好像沒有到 喔 有有有有有東西跑出來了 看看 這是 很明顯的我之前受粉的 乾掉的 乾掉的 國家 然後 有有有有種子 有有有 有一顆 哈哈哈哈 好一顆 兩顆 三顆 挖進去 看一下 把它挖開好了給大家看一下 看它的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種子 在這裡 這裡 這個角度不太 所以 基本上 以牡丹的棕蛇 太久 會藏在裡面 所以 如果仔細看的話 它這個 它這個油啊 三角形的油 然後呢 它 種子是 藏在裡面的 這裡面 不知道拍不拍得到有沒有 是橫裡面 橫裡面 橫裡面 這樣 喔 可以挖進去耶 好幾顆 三四五 六 七 可以挖到 感覺是挖進這個油的裡面 是藏在這個 三角形 的裡面 這樣 喔 沒了 好 基本上呢 我好像還有發現 所以它是藏在這裡面 藏在這裡面 很酷 對 藏在這裡面 然後 我好像有發現另外一個國家 這裡 這個看看 這裡有一個 對 好像太遠了 太近了 這個 這個就是失敗的 乾掉的花 什麼都沒有 你看從 生長點到這裡 它開花是在生長點附近開花的 然後長到這裡 國家才 才冒出來 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 這裡 欸又有種子 對一下對一下叫 哈哈哈哈 看這裡 這是 果實的 乾掉的果實 然後 這裡 這邊有一顆種子 有沒有 看到了吧 哈哈哈哈 總有 可以 自己 食生 自己生產的 以牡丹呢 有沒有 掉出來 掉出來 所以它的種子 是藏在這個 油裡面 有沒有 一直掉出來 是藏在這個油裡面的 看多近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蠻 蠻小的 就藏在這個油裡面 然後 這裡好像還有一個 看看喔 這裡吧 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 你看 看 看這是 成功還是 失敗的 喔 也有 有沒有 這裡 種子 有有有有有種子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呢 今天就讓大家看看 呃 實際上看看 以牡丹的種子 藏在哪邊 它就是 看完花之後 會很久很久 才有辦法 從這個 這個 油的這邊 把種子挖出來 那種子是 有點半隱藏 在裡面的 應該就是 這個物種 讓它可以 慢慢的釋出吧 嘿 好 那我來整理種子 就這樣囉 好囉 分享給大家 OK 掰掰 掰掰